各位在電視器前面電腦前面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今年是9月6號的星期五的時間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2點鐘 帶各位來到台南市棒球場來欣賞今年中止二卷的例行賽賽事 那這樣比賽中心修帝對上CWIN7師隊的比賽 那畫面上我們看到台南市球場目前的一個天氣狀況 是已經下著這個好大雨 所以場地的狀況目前看起來也不是說非常的樂觀 開始有一些積水出現 就是在大概就10分鐘前才開始降下了一場大雨 我們看到目前在二卷那個戰績 排名第一的是同一師隊 排名第二是衛旋龍隊是有兩場的一個勝差 接下來第三是台南市有6.5場的一個勝差 第四名是中信兄弟有9場勝差 第五名是富邦漢將以及第六的海威樂天 我是今天主播李士廷 在我身旁我們今天要請到的是乃哥 乃哥你好 曾經你好 各位球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這場比賽我想 觀眾朋友看到我們前面的那個開場畫面應該也會覺得 心涼了一半 非常的不妙 昨天也是這樣的 昨天跟時政哥播的時候 也是遇到台南的這個豪大雨 那昨天的雨甚至是來得比較兇 今天的狀況看起來跟昨天比較起來是比較好一點 那天氣的雲層還有我們看那個氣象的雲圖 應該是有機會再待會雨勢就會停止 那我們就稍等片刻等到聯盟這邊做出一個指示 那如果說有最新的消息 再跟觀眾朋友來做一個報告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再錯資訊